1.6大光圈的定焦鏡頭 那麼把它扣進來 那麼你就可以在夜景方面有很好的表現 因為1.6的光圈晶光量很大 然後它的這個變焦也很順 這變焦也很順 光圈各方面都很順 都很直覺的像電影鏡一樣 無段式的 不會像一般電視鏡頭 那一般的照相機鏡頭 它的光圈是啪啪啪啪啪 它的60p的畫質非常的好 尤其在室內有一種打光的感覺 莫名其妙的打光感覺就是特別的透亮 這是搭載這樣的一個搭配 你可以跟我們會推出這個 它的標準kit是這一顆 一萬多塊 那麼如果要配這一顆 我們會在特別為你開場 開一個賣場做這個叫做 1.6大光圈電影鏡頭的定焦鏡頭的賣場 你可以這樣配 那另外勒 有一批人勒 有一些人勒 他們是已經擁有了Canon了 那他擁有了Canon之後勒 他又希望能夠有一個配機 讓他的助手幫他做側拍 讓他的助手當二號機 在這情況之下 這樣加上來之後 馬上他就可以跟Canon之間做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協調 可以跟Canon做成一個搭配 可以跟Canon做成一個搭配 按到Wi-Fi 好 那Canon的鏡頭呢 你如果說像這個M43的鏡頭 那這個是大光圈 1.8 這個是便宜的50mm鏡頭 那這鏡頭在拍晚上的時候還不錯 拍人像更是一流 拍人像更是不錯 也是幾千塊的便宜小物 便宜小物 那 閃景呢 這是他的優勢 特別的閃 那 光圈是可以調的 光圈是可以調的 光圈是可以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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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圈可以控制 雖然是Canon的鏡頭 但是搭配轉接環 給Lumis 它一樣是光圈能控 但是自動對焦的部分 會失去功能 自動對焦就沒有功能 目前可以讀出來的是這樣 再來 原廠的鏡頭 我們鼓勵您購買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動作 是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已經有別的廠牌的鏡頭 你希望沿用下去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也建議你買轉接環之後呢 來配 那 配什麼呢 配它的廣角 它的這個魚眼 跟廣角 你可以 把其他廠牌的鏡頭拿來使用 拿來使用 變得這麼廣 夭壽啊 好寬啊 寬到什麼程度呢 這裡 這裡就穿了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就穿了 角度大概是這樣子 以上 GF8相機 它的優勢是什麼呢 高CP值 可以換鏡頭 價格才一萬多塊 那麼又有公司獲得原廠保固 投資花費不大 那工作用建議買黑色的 娛樂用建議買其他顏色 那工作用黑色的還蠻不錯的 承襲他們鬆下的這個LUMIX的精神 簡約 那設計的型呢 也 不思實上了 該有的這個功能都有 那使用它的這個 最大的價值是 它在處理女生的皮膚 尤其是拍昏錄的朋友 你可以試試看 它在這方面的表現相當的不錯 那又可以配合你現有的鏡頭勒 維持它的這個運轉 不用多大的投資 一萬多塊的小朋友 就可以跟你的5D3啊 5D2啊 你的D800啊 D810啊 這些 一些Full HD的錄影裝備 來當背景使用 當你沒有4K的需求的情況之下 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更好的選擇 當然就是這一台了 GX85 它這個各方面的性能表現 也相當的不錯 那你如果要 外接聲音的話 要收音外接聲音的話 麻煩你選擇的是 G7 G7 還有GX8 還有GH4 這三款相機 都擁有外部輸入麥克風的功能 以上這GF8的簡單的介紹 跟大家分享 謝謝